6月17日晚 一南青年在场外通过无人机观看招学友演唱会 被招街路警方行政拘留5天 据把民警介绍 演唱会当天21时30分左右 由民警发现上方有不明飞行器 在攀旋滞留 当即进行追踪调查 随后在东门外 发现了一名操控无人机的南青年 民警当场将其抓获 面对民警询问 南青年沈某称 秦逊浙江某测汇公司的员工负责无人机航拍 当晚记得知张学友演唱会的消息后 很想去现场观看 但又没有门票 为了也能现场观看 他操控无人机 飞行到演唱会内场上空 通过无人机的高级摄像头 拍摄视频画面并回传 他则边录像边观看 前后共持续了30分钟左右